Hello,大家好,我是蜜子君 你们不会以为我要还原葡萄多多吧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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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雨的夏天必然要吃的一个 冰粉 今天就要做一个密室DIY冰粉 咚咚咚咚咚 这碗冰粉我只用了两袋半的冰粉粉 嗯 这个比例我调对了,是我喜欢的 放这个冰粉之前我要加一点冰 小白羊你又在踩枕头 特别高兴的是小白羊找到了 可能还有很多同学不知道 小白羊曾经离家出走过 今天吃的冰粉成本很低 但我买了一个成都最贵的千层蛋糕 其实这个冰粉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味道 就在它未凝固之前将自己喜欢的果汁就可以了 你们看我这边,紫绿DIY好看的 我先把我买的四个三百多块的千层放这里 当当当当 最贵的就是这一个抹茶98 一个 其次是这一个香草88 这个最可爱的咸蛋黄78 茉莉花78 加一点玫瑰花酱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丢上去 哇哦 这个成本算下来可能三十多块钱 好激动 我要吸第一口了 绝了 这个夏天自己在家里面千万味道的冰粉做起来 天太幸福了吧 这是我吃过最高品质的冰粉 因为成都这边已经有爱马仕冰粉的名字了 但是都没有加上芝士盖奶这个配料 加上盖奶它的口感 味道都会显得特别的高级 然后把传统的红汤水换成了浓缩葡萄汁 你们也可以换成其他的浓缩水果汁 然后我在里面也加了葡萄肉 它的口感除了冰粉的嫩滑 还有葡萄果实的 饱满汁水族 可以看到这一期视频 你们会自己在家里面做了吗 这个夏天你们都不用买外面的冰粉了 其实我熬了红汤水的 而且我还是熬的特别粘稠的那一种 还好没有加 如果加了的话 一 颜色要被破坏 二 味道可能有一点黑暗 这样就是酸酸甜甜的 就刚刚好 味道就有点还原喜茶的葡萄多多 而且我边熄的时候 这里面有黄的 蓝的 绿的 红的 紫的 这种干瓜 拌 就感觉心情特别好 很治愈 我是不是录了这一期视频之后 我的脸都会小一圈呢 因为熄这个动作 好像有锻炼到这两边的肌肉 你们现在可以拌 夏日你们最喜欢吃 哪一种小熟小吃呢 关于更多的就是冰粉凉虾 那我就先吃这一个中间值香草千层 21层的千层 你们吃过层数最高的千层是多少层 这个千层 人家卖的贵是有道理的啦 味道真的很足很浓 就你一进口不光是甜品的那种奶香味嘛 它真的是就会香浓到你的舌根 这一口可能就是二三十块吧 现在我的奶盖跟里面的汁水融合了嘛 就感觉像在喝奶昔一样 冰粉的话我最喜欢吃的说三个大类吧 传统红糖水冰粉 加银耳 酒量的三鲜冰粉 水果巨多的冰粉 而且我发现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就是对葡萄干啊 山楂啊 花生碎啊 其实这些并不是必须配料 我不是加了玫瑰花和桂花蜜的嘛 其实这两个味道在这个里面不突出 并没有让我感觉到花香蜜香 可能那两桶酱没有买好 那我那个浓缩的葡萄汁和罐头还不错 再来吃这个造型超级二次元的 咸蛋黄千层 它应该是一个芒果酱 蛋白是椰膏味 哇哦 胃很足 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它的蛋香味很浓 更多的还是那种就咸咸的咸奶味 完全不会腥 好吃 这个价格其实呢 吃外卖不太划算 要去店里面吃 因为听说他们店里面的环境特别的好 我从来没有去过 因为谁一个人去吃这样的下午茶呢 对吧 这种环境 这个消费肯定是需要有陪伴的 问你们一个很难选择的问题 如果只能选择两种生活方式 你是愿意选择 你的人生是超级具有仪式感的 生活还是平平淡淡的生活 来吧 我们来说说小白羊这一只猪吧 22号那天晚上 它居然溜出去了 而且还是神不知鬼不觉 我完全不知道的 后来我洗漱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之前蹲马桶的时候 然后他都会来蹭我的 我说今天怎么不来了 就很奇怪 然后我就叫他 小白羊小白羊小白羊 结果一直没有出来 我就在想他又躲在哪里 然后我就趴在地上啊 床啊什么的看 都没有 然后后来我就开了一个罐头 发现不妙了 他就是我一打开罐头 就马上会蹦出来 无论在哪里 但是那一天我打开 没有反应 我当时洗一下子就紧了 而且那个时候又是凌晨三四点钟了吧 然后我就出去找 天亮了我就去贴那个寻猫启事 然后给我们小区的物馆啊 保安这些打招呼 然后都没有任何回应 然后后来实在是没办法找不到了 我就在那个网上找了上海那边的找猫团队 然后过来的那一天 我也跟他们一起继续去寻找 但那天也是奇怪 然后我出门的时候问了一句保安 我说你们有看到一只白色的猫吗 他说之前好像群里面有说在地下车库有看到一只白色的猫走来走去监控上看到 我想说为什么你们监控看到了不马上通知一下我呢 他们是23号还是24号看到的 然后那天已经是25号了吧 然后我们又下去找 最后找到白羊的还是保安 它是在另外一个单元 它就是在找回家的路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抹茶的 它真的 这个98呢 这个在这次该人家玩 该人家买两个管 这确实是很抹茶味 因为它里面的奶油好像也是抹茶奶油 然后上面还有一层抹茶粉 而且都是用的好品质的原料 就感觉吃他们家的千层吃一个 是吃的那一份浓缩 吃的那一份精华 就感觉吃其他千层 吃20个都达不到吃这个一口的那种快乐 出现流浪浪一串 千都哈肥瘦了 而且那天看那个监控 看白羊在地下室 太可怜了 表示白羊这个性格 让人很想保护它 太温柔 所以同时的都太松了 哇 我手都略了 然后我不是发了微博嘛 说小白羊丢了 大家都很爱你小白羊 知道吗 嗯嗯 你个小白羊到处跑 你拿个小柠檬那天 嗯 然后丢的那一天 小姨他们就告诉我 试一下剪刀法 我想问一下 就是有多少朋友 是通过剪刀法 真的把猫猫换回来了的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好像用这个方法 真的是把猫猫换回来了 这个就是茉莉千层 我是吃了一朵茉莉花吗 太纯了这个味道 完完全全的茉莉花香 就感觉他把茉莉花的那种香味 那种美好全部提取出来 然后浓缩在了这一块千层里 成都的男同事们 如果要追女孩子的话 约会带他去吃这个千层蛋糕 我觉得会比吃西餐 更能抓住他的心 好了 今天我们的夏日清爽系列 颠覆传统DIY密室冰粉 就到这里了 爱生活 阿蜜子 喜欢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新的微博 蜜子军微信公众 好 大家玩蜜子军 跟我一起在一个快乐的车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蜜子军 MarisMRIES 大家一定要多多评论 我会在上面 直接会F大家的 我这个冰粉 戳不破呀 怎么戳不破 我做冰粉得要失败的吗 戳不破 MarisMRIES MRIES MRIES